美國總統拜登今日到訪波蘭 他與當地的美國駐軍士兵會面 了解人道援助的進展 而波蘭政府就希望強化安全保證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的第一站 是波蘭城市熱書夫 他與駐紮在機場附近的 美國陸軍第82空降司的士兵會面 與士兵們交談 亦發表了講話 拜登隨後與波蘭總統到達 一起會見了人道主義救援機構的領袖 和相關人員 了解救援的最新進展 他對於無法目睹烏克蘭的情況表示遺憾 對於拜登的訪問 波蘭政府希望 他能夠加強美國已經作出的安全保證 即美國將保衛每一寸北約領土 波蘭還渴望看到更多的美軍駐紮在當地 除訪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 對於俄羅斯是否會嘗試轟炸通過北約國家陸路 向烏克蘭運送物資的車隊 北約正在制定應急計劃 如果俄羅斯攻擊北約 美國將與同盟的其他成員 一起作出果斷反應 拜登於今晚抵達華沙 並計劃明天發表演講 不明天天發表演講 我們在心裡的行為 希望會有所謂的 一個人的 我會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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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